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圣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位大德 这位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一讲我们学习了像观 佛的像 叫西方三圣 坐在百宝千花台上 那这里是要进入一个更加具体的 直接跟阿弥陀佛相应的一个观法 叫做真身观 第九 这个真身就是真的阿弥陀佛的身体 这个佛的圆满报身 在西方的大小是有具体的数量 大小是有数的 我们现在在苏普世界 每个人的身体都是我们的夜报身 我们大小也是有数的 十方诸佛 它的清净法身是无量无边 是没有数的 但是所有佛的报身 它的报身的身相大小 在佛看来是非常清晰可见 不像我们这个心性是无相 看不见 我们大家能看到这个人 但是你看不见人的道德 道德你是看不见的 道德是通过你的人的行为 才觉得他有道德 心也是看不见的 是通过你的行为 才知道你这个心好还是心坏 说他这个人心很好 或者心很坏 你也看不见他的心 心是无相的 只有通过他的身体的行为 语言的行为 才能体会得到 那么在这个世界呢 没有圆满的身体 这个报身 所以我们内心 表现出来的 心中的意义的业力 也就变不圆满 而佛呢 他身口一三页是圆满的 所以佛以清净的法身 圆满的报身 呈现出他生命的身心合一 我们大家身心不合一 就是内心也不清净 福报也不够 然后外在的身体啊 也有各种的缺陷 显示出来是一种夜报身 那佛呢是圆满的报身 这个佛在圆满报身 自受用身之下 让九法界众生 能看得见摸得着 体会得到的 接触得到的 那就是千百亿化身 所以佛是三身俱足 那么这里面讲真身 指的是 阿弥陀佛的圆满报身 这个我们先要明白 既不是他的法身 也不是指他的化身 而是指阿弥陀佛的真实报身 这个实报专严图的实报身 佛的这个实报专严 这个禅记观见图 对佛来说 仕途啊都是同一图 那么他真正自受用呢 是在禅记观见图 禅就是这个报身 而这个记呢是法身 光呢就是光照大千 是化身 所以禅记观 其实也是法报化 就是三身俱足的意思 那我们先看经文 佛告阿难 即唯提西 此想成疑 此当更光 无量受佛 身相光明 阿难当知 无量受佛身 如百千万亿 夜魔泥 眼福谈金色 佛身高六十万亿 挪由他 恒河沙游巡 眉间摆好 右旋婉转 如五须弥伤 佛眼清净 如四大海水 清白分明 身诸毛孔 引出光明 如须弥伤 这是总光啊 第一光是佛身的总相 总相如果能观起来呢 基本上把这个要点 就抓住了 你看他一个是身体 身相的观者 身的观相 外在的金色光明 一个佛身的高 一个是眼睛美好 眉间的摆好 还有一个就是佛眼 还有他毛孔放出来的光 我想如果是会漫画的人 或者会树描的人 一个人的神采呀 通过这几个方面 可能轮廓就勾画出来了 所以这是一个总光 不是把佛的这个三十二相 全部光出来 而是抓住几个要点 其他的都是跟这个匹配的 那持想光 这个前面的想已经成就了 就佛的这个相光 已经光成了以后 就是西方三圣的相 上次给大家说过 就是当你把莲花光好以后 你的整个大千世界 你的整个世界 从你的内心绽放出来的 就是一朵莲花 这莲花上面呢 就是一尊阿弥陀佛 感受到阿弥陀佛 坐在你的前面 西方三圣坐在你前面的时候 你的心就停在那里 不要再动 也不要再想 它实际上是一种禅定的状态 当你心完全定下来 你感受到佛在前面了 定得越久 这个佛像的感觉 就越来越清晰 所以当前面真的看到了 这个佛身 这要持想成语 这是前面的成就以后 光后面的就更加的容易了 说次当更光 无量寿佛 身向光明 阿弥陀佛的身 阿弥陀佛叫无量光 无量寿 所以无量寿佛的身向光明 也就是把佛的智慧光 和他的慈悲光 无量寿是慈悲光 无量光就是智慧光 佛他怎么会成就 这样的圆满报生 主要取决于他的智慧和他的慈悲 我们现实的生活 你看一个人的长相 其实也是两方面 一看这个人有没有福报 还要看他有没有智慧 这有福报的人 你一看这个人 就觉得他是挺幸福的 生活没有什么压迫 没有什么太大的纠结 有智慧的人 你看这个眼神就很睿智 不会很痴呆 很呆滞 很麻木 所以他这个观察 他这个佛身 他能够圆满 也是从福报和智慧 这两个方面 福报是由慈悲积累起来的 智慧是由禅定积累起来的 就是你又内心能安定 然后你不停地 又能够有慈悲心去帮助别人 这个就是福德和智慧的双修 卑至双运 福慧双修 就这么来 所以要观察这个无量寿 他的身相光明 那怎么光返呢 他说阿纳丹芝 你要知道这个无量寿佛的身体 它如百千万亿 夜摩天的 严福谈经色 严福谈经色 上次跟大家讲过 就在这个严福谈 严福谈经是非常 色者是最好的一种色 严福谈经 在严福谈的一条溪流 经过水流过以后 它是被水冲吸之后的那个经 经的颜色是特别好 严福谈经色 那最好的颜色又是夜摩天的 还不是人间的 夜摩天是哪一层天呢 大家知道 夜摩天是第三层天了 就第一层天是四天王天 第二层天是刀利天 第三层天才是夜摩天 那它是不是人间的 这个严福谈经的颜色 而是呢 夜摩天的谈经色 知道夜摩天的谈经色 它比我们人间的谈经色 就是进入幻化的状态 因为四天王天跟刀利天都是地居天 都是有居住在地上的 它跟我们仿佛的拥有的物质的感觉是一样的 而这个夜摩天它是空居天 敢生到夜摩天去的人 它已经不居住在地上了 也就是说它有欲望 但是它的欲望全是上法的欲望 没有恶的欲望 就与人相处都是好的 没有坏的 没有想害人的欲望 一点也没有 就是只有上心 除了这个上心以外呢 它对物质已经完全不计较了 地水火风这四个层面 地大是物质 水大呢 比地大高一点的 那是欲望 所以我们大家呢 当你的欲望被物质所困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离开地球了 被地球吸引力就吸住了 那这个按佛经里面说 虚米山的山顶 连刀利天的天人 欲还大地 它都被物质所困 所以我们去寄那个欲还大地的时候 还要摆那个寄品 摆在那里 就是它对这个物质还是有在意的 所以它只能居住在地居天 而夜魔天它是空居天 就是夜魔天的这个颜色 不是我们物质所贪着的人 能够体会到的颜色 那么佛身它是如百千万亿的夜魔天 炎弗弹尽色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看到佛的每一个毛孔 每一种放出来的这个皮肤上的一种颜色 都生不及物质上的执着和贪着 只是看到它这个太善良了 太好了 太美了 只能用美 用好去形容 不会想去占有它 世间的物质是好东西 你会想占有的 但是它的这个纯上 是没办法占有的 就大家到一个 比如说到一个慈善团队里面来 比如说到寺庙里面来 那个寺庙里佛像画得再专严 再好 你不会说这个东西我也要 你会想 太好了 太美了 我也要这么美 你会有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你不是想占有它 而是想向它学习 是想从这个原来对物质很执着很贪恋的 你想 我不要那些物质了 那个东西比精神的快乐 那下相差太远了 所以你如果看到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呢 你就知道 这个光明不是物质能够解决的 是你的精神世界达到了高度了 超越了这个物质了 你内心中可以放下这些物质的时候 这个时候产生的这个美 就是这个夜摩天的眼妇弹剑色 而且是最美的 这个眼妇弹剑色指的是最美 那最美的颜色 感觉最尊贵 这个金色还是最宝贵 最贵的 所以最尊贵最美的 使你能够放下自己对物质的 比如说有些人很贫穷 看到别人很富有 很华丽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不好意思 我那么穷 你那么富有 但是你见到佛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我很穷 因为佛的那个美不是物质能够比的 你生活再穷 你就发现你的内心有这份善良 那份善良的美好 已经超越了所有的钱财了 所以佛在世有一个很穷困的女人 她去点一盏灯 然后另外有一个公主也去供灯 把整个寺庙的灯都点亮了 然后那个穷女点了一盏灯 到了第二天早上 发现只有这盏灯还亮了 其他灯都已经灭的灭 歪的歪倒的倒 已经不成形了 然后那个佛弟子 一个阿罗汉就问佛说 为什么这盏灯 我想灭也灭不掉 佛说你灭不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 他是一个要放的人 他是最穷的 他把他要了很多 很长时间的放的钱拿过来 点这支灯供佛的 他的功德有多大 他说那个公主的那些钱 都是别人给他的 那你看一个国王 他要做事情很容易 他钱很多 但他的钱都是别人给的 他只要想一个念头 说我去做点好事吧 这钱就有了 而那个很穷的人 他想供应掌灯 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这里面 为什么他的光会不一样 就是一个人的内心 散发出来的光 比你有一点物质 散发出来的光 那是不一样的 中国人说你这个人 有同错位 就是你如果只有钱了 就变成臭了 还不是香了 你只有真正的 不计较这个物质了以后 你内心散发出来的 那个就是夜摩天的光色 所以它是最好的 就是阿弥陀佛的身 他这身所散发出来的光 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看到的 说极乐世界都是环境布地 那好像很富有 好像是很土豪 我也不想去了 有个人跟我说 他说极乐世界都是金沙布地的 我不想去过还是做我们这个石墨的比较好 这个绿色还感觉更好 现在他想多了 那指的是 非常的受人尊重 就是你看到就是喜欢 因为在我们人世间 有很多的痛苦 是因为物质造成的 物质的资源 就是你吃不够 用不够 然后这个物质资源争夺 人人之间的这种战争 矛盾 什么贸易战 什么战 那这些战争都是因为争夺这个物质资源 所以导致了很多的痛苦 那么当你的心如果超越了这个物质的时候 这种时候你内心散发出来的美 是非常美的 所以佛的光是从这个地方发出来 那佛的光是这样子 我们大家就知道了 就是你看到佛的光明 不是用世间的物质财富能够形容的 你内心中散发出来的 这个依靠 就皈依的这个感觉 对佛产生的尊重 恭敬的感觉 也不是说极乐世界有那么多环境堆满了 我对佛产生恭敬 而是你看到佛的上已经超越了物质了 这个时候你才知道 你的生命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方向了 不会像原来那样的计较 执着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 所以这个光是照耀无量无边的世界的 有这么多的光 在这个光感受到了以后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 有些人也能感受到这种光 就是一个人如果他内心很淡定 有禅定 内心很淡定 然后他要做事情 他只是做好事 哪怕为家里人 哪怕上班 他总是很淡定地不计较物质 也不在乎说物质的享受 但是他却能够很干净 很干净 他散发出来的对人都是友好 友善 就这种东西是人世间非常美好的 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的光 绝对全部都是在这个光之上 它背后还带有究竟的这种智慧和慈悲 那佛身的光 佛身的高度 大家看能不能想得起来 他说佛身高有六十万亿 六十万亿 挪由他 横河沙游行 这个挪由他 横河沙是个数量 我们大家没有学过数学 学过数学没有学过这个数量 这个数量是很大的一个数量 过去我们在佛经里面介绍 因为用我们的思维很难去分清楚 到底是多少个数量 所以经常告诉大家 横河沙就是很多的意思 很多 就是印度有一条横河 你看 横河的那条河是印度河 横河是最长的一条河 而且横河的沙是最细的 河又是最长 沙又是最细 然后横河沙 那个量非常多 简直没法数 这样去形容 在其他建筑是这么说的 实际上佛讲的这个横河沙 横河沙是有数量的 不是没有数 是佛才知道这个数量 我们大家不知道 具体有个人还把它统计起来了 统计起来说 我们用我们这个世界的数 来数各十百千万 万后面说亿对吧 亿后面是什么 造 亿造 金 该 子 还有 郎 郎 郎什么 郎后面还有 这个 建 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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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正 宰 已经到十个了 所以各十百千万 这个 亿造 金 该 子 郎 够 建 正 宰 这个宰后面还有个极 极 极线的极 极后面是横河沙 横沙后面还有个阿申琪 阿申琪后面才是罗犹他 罗犹他后面还有个无量 无量后面还有个大树 大树就到极致了 那个树 那个树是怎么算呢 各十百千万大家知道的 亿大家知道的 造是什么呢 造是 这个一亿 十亿 百亿 千亿 万亿 然后呢 万亿 万亿后面的是 十万亿 十万亿 百万亿 千万亿 千万亿后面是万万亿 万万亿后面才是 这个亿 亿 亿 亿后面 这个就是 就是造了 就一个亿 两个亿加起来 就是一个造 一个亿才是一个造 一造个造 才是一个 一个金 北金的金 一个金 一金的金 才是 是这样的数 一个一个加 加不下去 太多了 没办法数 但是它是有办法数的 只是我们现在的 大家如果回去 你百度一下也可以 现在网络很方便 过去你要查这个资料 有可能查了 现在你百度呢 你就发现 你一个一个数字 可能坐在那里写 可能写好几天 也写不完 可能 你要一个个把它写下来 所以它这个 到了这个宰 是我们中国的数字 最高的数了 叫各式百千万 这个亿造金 该子 然 沟 见正宰 到宰这里 所以那个 无量寿经 前面这个 官无量寿经 也有讲过 就是造 造载 永结 造载永结 就是造也是 已经很大了 后面那个载更大 你要一造个载 那么大的一个数量 造载永结 是指时间很长 所以呢 佛的身的高度 前面是六十万亿 后面是个游巡 一游巡呢 游巡还分三种 这个大游巡是八十公里 中游巡是六十公里 小游巡是四十公里 分大小 如果那小的算 那至少有四十公里 四十公里 所以我们看那个八万四千游巡 就是须米山有八万四千游巡 乘以四十公里 那就是须米山的这个高度 那这里面是六十万亿 作为前面的一个总数 后面还有个挪油它还不行 还有个恒河沙 这两个其实都是有数的 所以我们按数学的这个 现在电脑可能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过去的人脑 可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因为你坐在那里 数数数数万极掉 连数都会数万极掉 哪里还能想得起 那么明确 我们一般来说 十个数是不会数万极掉的 十个数 你坐在那里数 有时候你念佛念到 十个数都会数万极掉 祭十 有没有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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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到十 然后在一数到十 所以一万极掉了 数到第十了 经常这样子 所以叫祭十的这个念法 你祭一百的话 你这些脑筋已经很费劲了 如果你祭一百的话 祭一百就会上火了 所以祖师大德告诉我们 说人只能寄到十 不要往十以上到百去寄 如果你往一百两百 一百零一百零 这样寄下去 估计你几天坐下来 就虚脱了 打坐坐不好了 精力就费尽了 所以就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的智慧 跟佛菩萨的智慧怎么比 它是这么大的数量 对他来说 一句话就讲出来 就像我们手指头 驱止可 属这个指头一样 那一手就到几个数 你看我们只能讲十个 两个说一算 很简单 但是讲十一个以上 可能脑子就开始要 要转动一点了 所以呢 这个阿弥陀佛的身高 它是有具体的数量的 那如果我们想要光 光阿弥陀佛到底有多大 我们还得把这个数量拿出来 下次电脑先算出来看看 看大概有多大 但实际上确实 心要非常非常细 很近很近的时候 他可能一点点的能观察得到 那我有时候坐在这里 如果我们想一下 想一下四十公里到底有多高 可能你也很难想 有些人连一个五层楼有多高 他也想不起来 一层楼我们看到 头顶是可以看到的 大概三米多高你能看得到 两层楼楼上到底有多高 你知道能想得起来吗 很多人可能就想不起来了 你看我们的智力就这么弱 弱智我们是 比起这个观想来说 我们是智力很弱的 所以如果你能把这个大的数字 能够观察得起来 那你开发智慧的能量非常快 我们问作是数学之乡 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开小店的人 店铺的人 他们都会心酸 什么叫心酸呢 就是你买东西的时候 你给钱给他 他那个零钱就找给你了 不管是几斤几两 他早就算好了 就是零头他也早就算好了 他也不用打什么算盘 也不用拿那个叫什么计算器 都不需要的 有很多数据 就是白以内的 签以内的 有些他自己就能算了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 其实智力差掉了 就是你用手机 用电脑 用计算器 用习惯了以后 自己脑子反应不过来 零头你也算不过来了 所以以前他们有智慧的人 他就能够算得出来 所以这个数字能够记得越大 能够对大数能够有了解的 这种人实际上他很容易产生这种 就是集体的观念 因为人是一个人嘛 你只管自己 如果一家人 如果一国人 这么一算计呢 在脑子里面就有这些人 有这些人 你的智力自然就会展开 所以他对我们来说 观想这个佛声 能观想得起来 如果能观想得起来 或者相似的观想得起来 对你的心量 那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就拓展我们的心量 第二 眉间摆好 右旋 就是向右旋转的 这个眉间的摆好 那我们看到很多佛像中间 我们就只把哪块水晶球 或者是一般都是水晶球 就装在佛的中间 当着眉间摆好了 那个佛的眉间摆好 它是旋转在一起的 它是右旋的 右旋眉间摆好 所以大家看到 那个佛心胸口的这个望字 望字呢 也是右旋的 跟眉间摆好的方向 是一个方向 摆好的旋转 大家可以想到 就一根白好 长着一根白的 白的这个毫毛 长出来以后 它要往右边长 一直长 一直长 那它的长度呢 也要能够绕着 五个虚米山那么大 这个一个虚米山 有八万四千油群高 那你可见它的中间的有多大 那这样子五个虚米山 就非常长 那因为佛身很高 所以呢 它的眉间的那么一个白好 也这么长 那这个眉间白好 是佛像当中最关键的一项 事实上是我们的 新观透露的项 就一个人的内心 你的内心的真实想法 有时候往往不是 从你的两个眼睛 冒出来的 虽然大部分的人 会从眼睛冒出来 但眼睛有时候 会可以伪装 但是你的眉间的 这个硬堂的这个地方 是伪装不了的 所以很多看相的人 看你硬堂 他不看你眼睛 因为硬堂 它是这个伪装不了的 就是是你的内心的 一个最真实的一个表现 当然眼睛呢 也是心灵的窗户 就是它有时候 如果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那你的眉间的 这个白好这个地方 就是你心灵的大门 所以你一个人 看硬堂发黑 就知道他要找倒霉运 硬堂发亮 就说明他这个人运气好 如果他的硬堂的 这个这个眉间的中间 皱起来 就说明他内心有纠结 如果他内心 这个这个地方很平整 很光亮 就是知道他内心很开心 很开朗 这个是他是有表现 透露出来的 所以佛的这个光呢 他是有白毫相关 就是这个三十二相当中的一个吉祥相 五个虚米沙那么大 敷衍清静而如四大海水 这个四大海水到底有多大 这实在是没办法管 就四大海 其实包括了这个世界的海 如果说地球有多大 那么地球上的水域面积呢 大概占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七十左右 是四大海水 加起来 大概百分之七十左右 就是佛的眼睛差不多就快要 我们地球这么大 那么你可以想象 这个佛像有多大 这个地球的百分之七十 是所谓海水的这个面积 而且佛的这个黑白分明 就清白啊 就是眼睛 黑的是清 这个白的是白 所以清白分明 就是佛的这个眼睛 身珠毛孔 演出光明 也如虚米桑 就是佛身的这个光明 它照出来 演出 就是从它身体的每个毛孔 散发出来的这个光明 就像虚米桑一样 它照耀的这个光线的这个长度 那么这一点呢 有些人现在通过这个 红外线的这个照相机的技术 对人体呢进行一些测量 我们每个人呢 确实我们的四周都有一个光线的 身体的情况不同 它散发出来的光的颜色是不同的 那个老鼠夜里在走路的时候 那这个有一种 这个照相的技术 拍着它 也是一个光 一团光 老鼠也有光 就是它所有的动物啊 这个只要是众生 它能起心动念的 实际上它都在散发着各种各样的光 就我们的心 内心是一种光明 那如果是佛的光明 你看它演出的这个光明啊 是由如这个夜摩天的眼妇坛金色 这样子它的光 有须米桑 那么这个八万四千由寻高的 这样一座须米桑 这种光环是非常大的 因为佛神本身就很大 这几个呢实际上都是有数量的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佛的身体的高度 它的眉间的这个白好顽转 还有它的这个身体外面的那个光环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佛像外面都有个光环 大家看到啊 就要竖起来 佛的那个背光 那个背光就指后面的这个 这个身珠毛孔眼出的这个光明 如须米桑 这样子呢 那我们如果是打坐坐在那里 怎么去想呢 这么高度 主要是这个六十万亿 挪有它恒河沙 有寻 这个数量大概能够想得起来 然后呢 你能感受到佛的眉间 是多大的一个白好 这个又寻的白好 然后它的眼睛是 这个四大海 像成青 叫干末成青四大海 我们在阿弥陀佛圣经社 那个寄送啊 就是从最将来的 大家看到每天念阿弥陀佛 第一句话是阿弥陀佛圣经社 这个像好光明五等轮 这个它像非常好 然后呢 这个白好婉转五须米 干末成青四大海 指的是这个第一部分 那后面呢 看它这个圆光 你看 这个身眼出来的光明 后面还有个圆光 大家看经文 彼佛圆光 如百亿三千大千世界 与缘观中 有百万亿挪由他横河沙画佛 一一画佛 亦有众多无数画菩萨 以为是者 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像 一一像中 各有八万四千随行好 一一好中 富有八万四千光明 一一光明 变造十方世界 念佛众生 摄取不舍 其光像好 给予化佛 不可据说 荡荡意想 令心明鉴 这个心 这个拓展这个心 确实是 确实有点难度 我们如果给一个小学生说 小学生一年级刚刚上学 他数才数到十以内 或者数到百以内 你让他写一个亿 两个亿 对他来说难度太大 我们平常的数 才是各是百千万 差不多万以内的 但是你说要这么大的一个数 对我们来说确实有难度 但是我想如果 稍微有一点惨定功夫的人 当你惨定功夫深入之后 对这个数其实不是很难的 就是我们平常训练的太少 就对这个数的训练太少 所以比佛这个圆光 圆光是什么光呢 就是佛的头顶的四周的 那个圆圈的光 刚才前面讲的 就是他的身体 演出来的毛骨光 是他两边的 我们看到佛像不是两边都有光 然后中间有个大圆光 这个大圆光是代表佛的 智慧光 他的头脑里面 就头在那里的 散发出来的这个光 一个人的头啊 他确实 就是身体 身体的所有反应 以大脑的反应为最快 大脑的反应最快 外物如果有什么东西来了 你大脑首先反应 反应完了以后 你才采取行动 这个行动呢 已经是第二级了 就是第一呢 是你的大脑的这个反应 大脑的反应 决定了你的行为的反应 所以他这个圆光呢 就是比这个 这个身 这个身珠毛孔 演出的这个光明啊 要更加的重要 更加的这个圆满 所以比佛圆光呢 如百亿大千 三千大千世界 那一个佛教化的区域 释迦牟尼佛 一个佛教化的区域 才三千大千世界 这个阿弥陀佛的圆光 就有百亿 三千大千世界 这个量是这么大的 一个光 在这个圆光当中呢 又有百万亿 又有他恒河沙的化佛 就是每一个 这个 就是一个圆光当中 有这么多的化佛 百万亿的这么多 这个到所有所到之处 感受到的那些形色 样子 都是佛的化身养 就是恒河沙术的佛 那在一一化佛呢 亦有众多无数化菩萨 所以我们看那个 战佛记里面 叫百好顽转无须眯 干目成情是大海 观中化佛无数亿 化菩萨众亦无边 就指的是 是这个 这四句话 就是指的 这个观经里面 观阿弥陀佛圣经色的 这圣色光明 那这些 无数的化菩萨呢 都作为这个化佛的侍者 无聊受佛有 八万四千像 这个 我们平时看到 佛是三十二像 八十随心好 无量受佛呢 有八万四千像 它的这个光明这么大 八万四千 大家如果能观察得起来 那是八万四千是个数字 但实际上佛经里面 通常告诉我们 八万四千就是无量 就一级一切 一个像它具足了 无量之像 所以 阿弥陀佛的这个光 事实上呢 就是十方诸佛的光 十方诸佛 它之所以 有圆满报身的这个光 是我们每个众生 都有生命实相 每个生命的实相 占发出来的光 才是无量受佛的光 生命实相的光 是什么光呢 就唯一佛与佛 哪能究竟诸佛实相 当你明白 生命的这个真相 已经不可能 再有其他的像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事物只有光明 所以小诸佛法破的是 十二因缘当中的 我值得无明 而大乘佛法要破除的 是大乘佛法所说的 就是破四十二品无明 正四十二分法身 你正得一分法身清净 破除一品无明 生相放出来的光明 那就是一个 无量受光的这个光明 所以他要每一个身上 每一个毛孔 八万四千毛孔 每一个毛孔 都有一个最真实的实相 所以八万四千相 我们说这个人 这个长相长得好看 你到底指的是哪个好看 有些说他鼻子长得好看 有些说眼睛长得好看 那佛呢 三十二相 已经是三十个都挺好看的 那其他呢 我们还没提到 那无量受佛 它是八万四千相 就是八万四千个点 每一个点 都是到达极致的 我们说这个人活得很精致 你人长得很精致 就是你的五官很端正 五官很端正 也就是五个官 那也没有多少 就是无量受佛 它是每一个点 每一个毛孔 都是达到了精致到极致的 这实际上是明误真理的人 当你从真理化身的时候 你的生命的光明 就透露了出来 所以我们那个佛像 做得非常专严 那个做佛像的老师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做佛像 不是把佛的脸开好 就算专严了 你要把佛的身体上的 每一个细节 哪怕每一个指甲 都把它说得最精致 他说如果照相的人 只把佛的那个指甲 照下来你都觉得这个指甲太漂亮了 这样子才算是佛的庄严 我觉得很感动 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师 他是深得这个无量受佛的 观金的精髓了 就是佛有八万四千像 八万四千像 不是说他有八万四千个像 是八万四千个毛孔 你身上的每一个点 你看上去都是上相的 很多人长得很丑 不敢照相 说我很不上相 不想照 那佛呢 他是每一个点都是上相的 每个像都是极致的 都是精致的 那么这个像呢 才是无量受佛的像 所以这个佛的 佛身你观察好了以后 你坐在那里想 随便想佛哪一点 都是极致的 这八万四千像 而一一像中呢 各有八万四千随行好 不是三十二像八十随行好 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说 佛有八十随行好 阿弥陀佛是八万四千的随行好 这个随行就 随便哪个行 就我们这个人 有些人要减肥 太胖了 胖他不成行了 他要随行 他要胖也胖得很美 他要瘦也瘦得很美 无论是怎么样子 他都是美到极致 就非常随意 非常自在 那这么多的八万四千的个行 那么前面的像呢 是坐在那里不要动 他就这个像 这个随行呢 就是他身体任何一个动作做起来 动作也不一样了 有些人坐在那里看 坐在那里不开口 还是挺好看的 一笑起来就比哭起来还难看 他的随行就不好看了 就是说这个随行好 跟他的像好还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照相照起来是挺漂亮的 发发朋友圈在美图一下 是吧 看出去还唱 结果你一见他人 他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然后有些人呢 他不讲话还行 他一讲话你就发现 这个很丑 那人是有这样 就是他的 他的这个动作 每一个动作做出来 是不是符合大家的要求 所以佛的这个 除了他八万四千像 不动的镜像非常好以外 他的动作的八万四千随行 每一个形态 每一个动作 都是每到极致 要想到是这样子 所以一一好中 又富有八万四千光明 这个光明指的是 包括我们说有些人 他的动作非常锐智 也像动作很呆滞 就是大家看到 那个龙门石窟的 那个大佛 那个大佛的眼神 你看到现在看上去 都非常的锐智 就是谈操到现在 已经 我觉得那个佛像 简直就是空前绝后的 这个之前 我们没有看到 比他更加锐智的 这个佛像 就他竟然竖像竖起来 都有这种 这种效果 那么佛呢 就是说 他的这个 阿弥陀佛 他的所有的动作 都非常的美 不但美 而且那个动作当中 都是富有他的光明 什么是富有光明 就是所有黑暗的人 在他的动作当中 就变得不再黑暗了 所以有些人说 有个人跟我开玩笑说 他说师父 他说你 你跟我在一起 你变得越来越好 我变得越来越坏 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你是坏人 我是好人 师父修行了 师父跟你在一起 师父变得越来越好 他说我跟你在一起 我变得越来越坏 是因为你变坏了 你变得越来越好 是因为我好 这是什么道理 大家逻辑上思维一下 就是 佛的光明所造之处 你的黑暗 就是说我们 哪怕是一个很愚蠢的 很低劣的 很恶的 是地狱众生 但是你碰到的佛 你的黑暗痛苦就消失掉了 它会有这个效果 所以 它的八万随行好当中 有八万四千光明 是这么来的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 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就是 就是你遇到有些人 你就气不打一出来 但是遇到有些人呢 你就会非常欢喜 也没有理由 人家跟你无怨无仇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 你可以思考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 它的行为 就散发出来这种光明 所以使你的黑暗就消除了 有些人 它的这个行为 就是黑暗 所以你有一点点 烟火虫的光 被它黑暗一堵 你发现到它那里 怎么做都做不通 怎么说也说不通 怎么想也想不通 但是当有些人这里呢 你怎么想 不用想就通了 你有一点毛病 你发现在这里 不是毛病了 所以这个 到阿弥陀佛那里 它绝对所有的毛病 都没有毛病 所以我们赶紧去 在收复世界 你做得再好 人家说你坏人 到阿弥陀佛那里 你再坏的人 他知道 到阿弥陀佛那里 它全是光明 没有任何不光明的 所以 像当中有行 行当中还有光 那么一一光明呢 它变造十方世界 涅到十方所有的世界 普遍地都照耀 简单地说 就照耀到我们的心里了 那涅佛的众生 它本来是 对所有众生 都是摄取的 就照相机一样 那个照相头 摄像机的摄像头 已经对照你了 对照你的言行举止 他看得清清楚楚 就对照你的 但是摄取他又不舍 什么人才不舍呢 什么人是舍呢 就是 你念佛的众生 你念他 就是 这个 大师自菩萨 念佛运通章里面说的 如某一只 如子一某 某子相依 二一念生 佛正在拿着 照相机照着我们 想把我们摄取过来 结果你呢 偏偏自己抓住 往那个黑暗的窟窿里面装 你偏偏就 就 就像看到太阳光来了 你偏把眼睛闭上 就是不看 那你闭上眼睛 不管太阳有多亮 照在你的身上 你也是个瞎子 你也看不见光明 所以佛的光呢 其实照耀到我们 大家每个人的 每一个毛孔 我们的所有的 善恶好坏 内心的痛苦纠结 佛都会普遍照耀 十方世界 都照耀着 但是我们自己 就纠结在那些 是非烦恼当中 所以你感受不到 它的光 如果你念佛了 你看你把你的 那个执着业障 就松动了 你念一句佛 你就松动一下 念两句 你就松动两下 如果你不念呢 你又纠结在自己的 打回原形了 你的生死烦恼 还在那里 所以净土法门 为什么叫我们 念佛要念到 一心不乱 就是看我们 一不小心 就被轮回苦海的 这个业障 比雾霾还严重 把自己笼罩住 所以在轮回世界里面的 众生的内心 是没有光明的 它叫无明 就我们大家 如果不念佛 你只靠自己 基本上没有人 能解决问题 为什么 因为它的内心 就是活在黑暗当中 无明当中的 所以当你的内心 想到佛 念到佛的时候 念佛众生 就被阿弥陀佛的 这个无量光明 舍去不舍 所以其光明 其光向好 给予化佛不可据说 这个光 照耀到你内心的 那个好 没办法说 不可思议 不可据说 当当异想 令心明鉴 就是我们 异佛 念佛 想着这个佛 你心中有佛的 这个光明的像 念在这个 阿弥陀佛的时候 这个功德 是你内心的 这种改变 不可据说 其实不是佛 说不了 是穷结 说也说不尽 为什么穷结 说也说不尽 比如说人世间 有那么多的病人 有那么多的病 每一种病 有那么多的痛苦 有那么多的 内心的纠结 你只要把 全心全意 把这个一心不乱 把这个符号 捏起来 那个佛的光明 照耀到你的内心 你的心有光亮了 照耀到你的内心以后 你想到哪里是痛 哪里是难受 那个痛和难受 也会被这个光明 化解掉 那我们你看 这个四大布条 有八万四千病 每一种病 都可以被这个光明 照耀化解掉 所以有些人 念佛 就能把病治好 但关键是 你到底有没念 到底你念一句佛号 然后打一百个妄想 而且还打的都是 都是懊恼痛苦 将信将疑 还半信半疑 怀疑的那些妄想 那你想 你把这个光明的灯光 就给 这个开光给关掉了 你跟佛本来可以接通的 但是由于你不念佛 不信佛 这样子呢 你阿弥陀佛的光明 这个佛虽然照耀着你 但是你把它关闭住了 你接受不到 所以我们现在学佛法呢 我们要把自己的心光 要把它打开 我们要全然的八万四千毛孔 都跟阿弥陀佛的八万四千 向好对接在一起 如果你的八万四千毛孔 跟阿弥陀佛的八万四千光明 对接在一起 你坐在那里试试看 你就发现你全身的每一点 都是舒服的 每一寸都是舒服的 因为你的每个毛孔 都跟阿弥陀佛的光明的毛孔 对接在一起了 哪怕哪里有不舒服 很快 那个不舒服也会化解掉 所以这个观想 就是佛告诉我们说 这个好处到底有多好 说不完 那就怎么办呢 就要淡淡意想 你就好好地想 好好地念 去感受到它的时候 你的心自然会明明白白地看见 不需要别人说 这是佛的光 前面是佛身 第二是佛光 这个身和光 身是有相之身 而光是夹杂着 它内在智慧和慈悲的光 透露出来的 那么这个光是从 见到这个光 体会到之后 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 佛后面又再进一步地 给我们介绍 见此事者 既见十方一切诸佛 以见诸佛故明灭佛三昧 做事观者 明观一切佛身 以观佛身故意见佛心 诸佛心者大慈悲是 以无缘词涉诸众生 作此观者 舍身踏实 身诸佛前 得无生人 事故智者 应当细心地观 无量受佛 这个佛身 光好了 主要是它的光 就是八万四千像 一像有八万四千好 一好有八万四千光 每个光明 变造十方世界 设取我们 念佛众生 那这样子 看到了这种 佛的身 跟我们的身心 如果能够对接得起来 大家可以试着 对接一下 看看 现在我们科技 很高科技 现在高科技 达到什么程度 可以移脑袋 据说前段时间 他们移植成功 头可以移 换头 换头技术 头割掉 再换一个 换一个过来 能够对接得起来 那科技是比较高明了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技术呢 我们现在要 我们的八万四千毛孔 跟阿弥陀佛的 八万四千毛孔的光 把它对接起来 你看 这个移植艺术更厉害 那如果你能光想得起来 你就发现 你的全身 八万四千毛孔 所有的业障 当下消除 因为业障 就是黑暗嘛 阿弥陀佛的光明 都跟你的八万四千毛孔 对接上了 你能感受得到 另心明鉴 见此事者 这个事情 如果你能见得到啊 那你就见到十方一切诸佛 能见到十方一切诸佛 佛是大光明体 所以一见佛故 明灭佛三昧 灭佛三昧是什么 是能所双亡 所以前面的八万四千 当然是佛身的高度 佛身把六十万亿挪幼 他横河沙游选的这个高度 这个高度你观想得起来 然后佛身呢 有这个圆光是百万亿 三千大千世界 就这个数量 你能够想象得出来 那在这个化佛当中 有这个无量寿佛呢 有八万四千的像 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想一下 他的这个 这么高大的佛 八万四千像 就是他的每个毛孔 都是一个非常像好的 那每个毛孔 散发出来的光 每一个动作 都是充满了八万四千的光明 跟我们一一的摄取 不舍 就我们在念到阿弥陀佛的时候 或者在想着这个阿弥陀佛的时候 我的身心的所有毛孔 我身心的所有像 都跟阿弥陀佛的像 对接起来了 能不能对接一下 我们毕山已经想一想 如果我们的身像 都跟阿弥陀佛的像 所有的光 用光来对接起来 那你还怕你生病吗 你还怕难抗吗 还怕自己业障吗 什么都不用怕 全身都是内外透明 清楚明了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佛的身跟我的身 能够完全对接 完全一致 那就变成 自他不二 自己和他人 那这个不是这些语言 能够形容的 所以佛前面说 不可据说 要荡荡 异想令心得见 就你内心 感受到了你的身 全身的光明 跟佛的光明 对接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产生了 你的那个自我 就自和他两个分裂的 分裂的 隔阂的 这种 这种 能说 对立的感觉 消除了 那念佛三昧是什么呢 念佛 这个三昧叫正寿 什么是正寿 不受一切寿了 就世间的所有的苦乐 对立的 苦乐的 好坏的 这些寿 都没有掉了 那么能念佛的人 什么时候能达到 念佛三昧 能念佛的人 你第一个阶段 是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念的念的 只有阿弥陀佛 没有别的了 所念的佛也忘记掉了 能念的心也忘记了 只有一句佛号 再念着念着 能念的心也没有了 所念的佛也没有了 这个时候 能所双亡 顿入如来 大光明藏 这个大光明藏 就是念佛三昧 这个念的非常清晰 能念的心是没有的 所念的佛也是没有的 所以他这个用佛的真身观呢 就最直接的方法是 你的身心的八万四千毛孔 身体的八万四千毛孔 直接跟阿弥陀佛的八万四千毛孔 对接 他的身相 那是非常高大的 那你感觉到完全对接起来 于是呢 人我对立的 这个仿胜对立的 能所对立的 这个对立感没有掉了 就是我们的整个身心都消融在 阿弥陀佛的八万四千光明当中 完全消融了 所以当你消融的时候 你见到 见到这个 十方诸佛 是一个大光明体 这圆满抱身就是大光明体 见到了这个大光明体 所以你就念到这个佛的这个名称 这个念佛的这个功德的这个功夫 就叫念佛三昧 这是最正当的绝授 所以做事观呢 要明观一切佛身 就是观一切佛的身体 都是这样 所以佛的八万四千的毛孔 都是完美的 八万四千毛孔当中 一一的像当中 它有八万四千的这个随形 就任何的动作 都是完美的 任何动作都会上发出来 这个能所双亡的 这种光明 所以只有你感受到了 这个光明的存在的时候 你就知道 原来佛的世界这么博大 这么圆满 丝毫都没有欠缺 你感受到了 所以一旦感受到了 就这叫 明观一切佛的身 不只是阿弥陀佛如此 是所有的佛都如此 所以你阿弥陀佛就等于 所有的佛 无量受佛 无量观佛 那观到这个佛的身的时候 其实呢 一见佛心 佛的心是什么呢 佛的心就是能所双亡的 大光明障 就是大光明 所以你感受到了 这个阿弥陀佛这么大 他的光是 圆光是百万亿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我们有时候想想 多可怜我们 连一家人在一起就吵架 你的光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两个人在一起 日子过不好 你说这个大千世界 都是你的光 一点黑暗都没有 本来是这样子 才是正常的你 才是正常的我们 你说多可怜 你本来是一个 这个无价宝藏啊 是变满虚空 你就是无价宝藏 是摩尼宝珠 结果你就变成一个 掉在粪坑里面 什么光都上发不出来了 变成这样的一个生命 多可惜你看 所以这个佛告诉我们的 是我们生命内在 是如此的光明 所以只能够见到这个身 就见到了佛心 那佛心是什么呢 你看来了 诸佛心则大慈悲失啊 所以如果你现在尝试着 我们现在的身心 假如你的八万四千毛孔 跟阿弥陀佛的八万四千光明 完全对接好了 你的身心是完全清净透明 一尘不染 一点点污垢都没有 这个时候 你看周围的众生 会是什么心态 现在我们模拟一下 你看你旁边的人 会是什么心态 我感受到了 我就觉得我们每个人 都是应该是一样的 是不是一样 当你感受到了 你的身心 每个毛孔都是光明的时候 你一定会同时感受到 所有的众生 也一样的是清净光明 而这个清净光明 才是真正的大慈悲 所以无缘 以无缘词摄取众生 为什么要以无缘词 就是你的身心是光明的 是进大圈世界都是光明的 所以你旁边的那个人 你就要无条件地 把他的光明启发出来 所以叫同体大悲 无缘大致 就是你感受到了 你的光明是这样 那么所有的众生 也可以跟阿弥陀佛对接 他对接在一起 他也同样是光明 他的痛苦也全部都消除 这应该是多好的事情呢 但是回到现实当中 我们发现 我们很多时候很纠结 发现很多人也很恶劣 也很纠结 怎么办 这就是真正的 无缘大致同体大悲 就是无条件地 给众生慈悲 帮众生消除痛苦 得到快乐 所以做此观哲 舍身踏实 就你现在如果能观赏得起来 你这期生命结束 舍身踏实 生诸佛前得无生人 你一定会生到佛前 生诸佛前 还不只是生极乐世界 就十方世界的佛在哪里 你都可以随意往生 往生都是净土 生诸佛前 他真的无生法人 就不生不灭 因为对立的东西没有掉 我们所有的这个世界的生命 都是对立的 有生即有始是对立的 有爱就有恨是对立的 有好就有坏是对立的 所以当你感受到 跟佛不对立了 我们借助自己 仿佛的这种业障身 来观想跟阿弥陀佛的 这种圆满报身 跟他融为一起了 变成没有对立了 所以当你感受到 没有对立的 这种圆满 这种光明的时候 你就知道 所有的众生 都不应该对立 所以事故智者 佛说 你有智慧的人 你应当细心地观 无良受佛 佛还没叫你必须 因为 必须不必须呢 必须是必须的 但是有些人夜战中 他也不光 他也没有这个因缘 所以佛就劝我们 就你应当这样去光 当然你不光 你参长 或者你做别的 也是可以的 这是劝告我们 后面还有一段 大家再看一下 观无量受佛者 从一向好入 但观眉间白好 极令明了 见眉间白好向者 八万四千向好 自然当见 见无量受佛者 既见十方无量诸佛 得见无量诸佛固 诸佛现前授记 事为变观 一切色想 明地久观 做事观者 明为正观 若他观者 明为邪观 这里给我们找到了一个切入点 说观无量受佛 怎么观呢 要从一个像 从一个像好开始观 这个像是淡光 眉间白好 佛的眉间的这个白好 极令明了 那佛的眉间白好 我刚才前面说 实际上是心灵的大门 佛的心灵 是通过他的眉间白好 截白无量的 这种这个白好 透露出来的一个像 那佛的内心 是截白无量的 所以他透露出来的 这个白好像 是截白无量的 那我们现在 如果想观 佛的眉间白好 就是 见眉间白好像者 八万四千像好 自然单见 先见一个眉间像 现在就是清净截白 就是你坐在那里 如果想到 想到这个阿弥陀佛 是有多大多高 非常大非常高 高到无法想象 我们就坐在那里 想到佛的这个眉间白好 跟我的眉间白好 是一样清净 澄清 一丝不怪 一尘不染 一点污染都没有 你的内心自然 一点污染也没有 所以只有我们内心 一点污染都没有 这个时候呢 它自然而然 大家如果闭上眼睛啊 就感受到你的内心 是绝对清净的 那我们现在闭上眼睛 是前面见到 是一片黑暗 如果有一段时间以后 你慢慢地感受到 你内心是清净的 是洁白的 那即便是 眼前一片黑暗 你的注意力也不在眼前 在你的心中 所以心也会变得 越来越光明 那越光明以后呢 这个阿弥陀佛的 这个白好像 会慢慢地 绽放出来 那这个绽放 可能要大家自己去 去实践以后 会有所透露 有些会从 小的一点光 慢慢地放大 有些呢 就直接非常耀眼 那这个 这个光 光的这个灰啊 就照出来 也会照遍大千世界 那这些种种的光呢 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也不用惊慌 就知道这是佛的光 跟我接在一起 链接在一起 到最后就说 如果你这个 白毫光光 光起来了以后 你的这个八万四千像好 自然都会呈现 就你全身上发出来的光明 都会一一地对照起来 所以见无量受佛 就是见十方的无量诸佛 见到无量诸佛呢 就会得佛的受祭 那得佛受祭 就是这个光想呢 就成就了 就这一生就能够成就 这个是 当然有些 如果通过这个 白毫相关的这个光想 发生了一些问题 或者有些光想 境界出现了 如果你有怀疑 你就要去请示师父 如果你没有怀疑呢 其实也不要 知做这个像 就要知道是阿弥陀佛的像 自己的内心越来越清静 越来越这个轻松 就跟前面说的八万四千像 一一像呢 都有八万四千随心好 你看看你的行为 动作举止 是不是很优雅 是不是很自在 是不是给别人带来的 是智慧光明 不要你看到光明了 然后你这个到处炫耀 让别人觉得你着火入魔了 这个就麻烦了 所以前面这一段很重要 就你的所有的行为 这个所有的动作行为 都是很美好的 自己内心都是很淡定的 很开心的 就这个佛的光 如果你坐在那里看到光了 一下子激动地跳起来了 可能是魔光 就不是佛光了 这个你见到的境界 是真的境界 是真的见佛 还是假的见佛 有个最简单的标准 就是你见到了这个光以后 你内心很淡定 不会随便地说话 你的智慧在提高 你的定力在提高 慈悲心在放大 你说明你见到是真的佛光 如果你见到了以后 激动 激动地睡不着觉 高兴地跳起来 然后到处去说 人家一看你脑子有问题了 那这就说明 它这个不是好的光 就你要赶紧放下 就不要在意这些东西 那这是一个 一个总的一个评判 那静干经说 防处有限皆是虚妄 就从剥落的本体上去契入 那智慧的光明呢 实际上一直是照耀着 所以我们要通过 观无量受佛 这个观佛的光明 来使自身 也得到这种光明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专严佛净土 专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敬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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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